俗话说钱不外露,所以人们大多会选择把钱放在一个自己觉得保险的地方。 在人们的印象里,一提到钱放在哪里最保险,大概第一反应就是银行了。 可是在异度许多群众,却因为过度相信银行的金字招牌,导致损失高达13.7万卢比,折合成人民币是1.3万。 而这件事情的罪魁祸首,是一名来自异度北方邦巴里亚的男子,名将阿哈穆德。 一切来源于一个月以前,他的一个奇思妙想,卡纳塔克邦是当地生育极好的大银行。 阿哈穆德正是抓住了这一点,竟在当地租了个房子,并假冒是卡纳塔克邦的分行,因此并没有人怀疑这是假的。 反而吸引了很多村民前来存款。 不仅如此他还准备了大量的集合及办理资料。 可谓是茂宁也准备得很充分了。 直到一个月后,有人察觉事情不对向位于德里之行的询问。 事情才漏险。 卡纳塔克邦的银行主管立即前往报案,而在警察冲进银行准备逮捕他时,竟然还有许多村民,正准备将钱存进去。 五名员工跑上跑下一副业务十分繁忙的样子。 据了解,这个银行所使用的房子的房租,每个月也需要2.3万卢比。 而且现在房主并没有收到一分钱,反而还被要求在银行记忆体入存款。 他的五位员工,也称自己并不知情。 所以被判无罪释放。 把钱存进银行。 以为靠谱了。 最后到一个月后,才发现是进了个圈套。 这些村民可以说是心真大了。 不过万幸的是警察的介入,把损失降到了最低。 由此可见啊。 万事还是小心为妙。 把钱存进银行也不一定保险。 花掉的钱才属于自己。 宣告。 转载此文是出于传递更多资讯之目的。 若有来源标注错误,或侵犯了您的合法权益。 请作者持前署证明与等往联络。 我们将及时更正、删除。 谢谢。